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支咖啡他们是借鉴了一些做茶的工艺 然后来处理咖啡 所以为什么它叫清茶不晒 就是它用了一个叫做伪雕的手法来做 相当于是先让茶叶剥水一点点 然后再继续发酵 然后再继续晒干 所以这咖啡也比较茶感 比较清爽 然后甜度也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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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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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